今個星期的好去處,除了介紹週末活動, 周靜君帶你們去三藩市華埠,感受的時高的氣氛。 重熱烈參與,而主辦方為何會選擇在APEC落幕的一天,舉辦這場活動呢? 我們覺得這個星期華埠都比較少人, 我們都知道我們都要出一分力,大家的店鋪都開著門, 為何我們都不搞派對呢? 尤其是我們都知道這個星期尾會下雨, 所以就特意Rain or Shine都要出來。 除了Disco音樂節奏, 也有舞蹈團體Grand Avenue Folies做開幕舞蹈演出。 活動也邀請多名藝術家參與。 這次的活動有點特別, 因為我們的藝術家後玉梅和梁碧君 都是在Chinatown長大和住的藝術家。 所以今天看到的藝術品都是Rain or Chinatown的。 而梁海耀也給我們去到華埠遊覽時的小貼士。 大家可能對華埠都有, 可能有些大家會比較熟, 有些不熟, 但是來到華埠, 我都很建議大家看一下周圍的壁畫, 其實也有很多故事裡面。 在華埠未來還會有什麼社區活動, 我們聽聽魏在寧郭的行政總監Joanne Lee 有什麼活動推介。 除了他們所介紹的活動之外, 在深藩市的日本埠, 這個周末有遠度由日本而來, 由Nitted-In所主理, 慶祝APEC的燈光幻影show。 時間是本周末兩日, 中午12點到傍晚6點, 地點為Kinokunia Mall。 26台記者周政君祝你有個愉快的周末。 。